加州房东拒绝Section 8租户,当心成为被告遭受财产损失 美国南加州地区可能正出现以联邦住房法第八条Section 8租房歧视为由的敲诈模式 向不接受政府低收入和残疾等人士住房补助金的房东提起诉讼 被告房东可能面临官司等挑战,需要特别小心 近期南加州连续出现,房客向房东发动提出歧视租屋并威胁提告 提告均以房东不接受政府低收入家庭租房补助金为由,威胁提告 其中有华人房东接到手机短讯,询问接不接受政府的租房补助金租客 该房东用短信回复不接受,结果没几天就收到律师信 威胁说他歧视低收入和残疾人士,违反加州反歧视法,要将他告上法庭 苦主将遭遇报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统计发现,近期此类威胁提告模式激增 美国海纳地产房屋出租管理团队告知,多年来房东被房客控告属于正常 比如卫生问题或水管不休等等,但这次很多房东被威胁提告的原因非常特别 看起来有点类似多年来延续至今的,以残疾人设施不全为由的对商业建筑房东和餐馆的提告 以ADA敲诈模式一度一再得逞,无数商家遭殃,损失惨重 所以,这次房东不能不做准备,以防万一 加州一家驱离违约租客的律师事务所也表示 目前他们已经接到至少10个以上的案子,都为同一模式 保护房东利益的律师事务所提醒 如果房东接到类似询问是否租屋的短信 不要轻易直接表示拒绝,更不要立即书面回答 避免可能成为有心人士的提告证据 Section 8是联邦城市发展部帮助低收入家庭 以及残障人士和年长者解决住房问题的补助计划 从1937年启动以来,帮助的对象大多是收入不超过 当地家庭收入中位数50%的家庭 以及62岁以上低收入年长者或残疾人士 低收入家庭住房补助金计划 虽然允许房东自愿参加 但加州和洛杉矶县则制定了防止基于房东 拒绝此类租客进入歧视的法律 所以房东面对此类租客申请时 需要格外小心谨慎处理 根据洛杉矶住房部门的统计 2021年,HACLA代表洛县43700多个低收入家庭 向私人房东支付了超过6.03亿元的租房补助金 以平衡低收入家庭 抵付房租与房东实际房租之间的差额 目前落线约有13400名房东 接受政府的租房补助金 愿意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房东表示 政府的资助使得他们的房客和收入都较为稳定 不愿意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房东则认为 接受了政府补助金的租户 将使得他们有可能失去部分正常租户 得不偿失 保护弱势,住户理所应当 但如果利用法律漏洞敲诈牟利 则会让房东无端损失 男家不少比例的华人房东生活 就是靠收租金维持 如果利用Section 8 控告房东歧视的模式成功获利 很可能会有更多有心人士效仿跟进 房东需特别小心 不要掉入这个陷阱 美国海纳地产团队管理南加州出租房屋120多栋 其中有多家Section 8的租客 在十多年的房屋出租管理过程中 Section 8的租客虽然属于美国社会的低收入群体 但是整体违反合约的租客并不常见 而且房屋租金也能与市场同步 过去十年 美国海纳地产也帮助房东 驱离了一户违约的Section 8租客 租给Section 8租客的房子 政府每年都要进行例行检查 与正常租客也完全一样 不会给房东带来多少额外麻烦 但是美国社会规则众多 法律条文明确 有不少律师专门盯着违反美国法律的有钱人 一旦成为他们的猎物 房东就将遭受损失 美国房产投资 虽然房东可能遇到或多或少的问题 但是只要遵守规则 美国房产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可靠的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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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感谢观看